憤怒的對立任財長 認出心中的不滿 上千民眾包圍財政部 抗議民眾一度情緒失控 要衝進財政部 因為立法院10號通過稅務獎勵金 1億3000多萬的預算 法稅改革聯盟也痛批 根本是鼓勵稅務人員 胡亂的炒徵稅款 因為領稅務獎勵金 第二個點你就製造你的邪惡 就要害人 害人可以領錢 5年累積5800多億 痛批超徵稅款 為獎金查稅 甚至官位越大領得越多 稅務獎勵金的這個名額 它是按照值等 你看檢任10到13值等 可以分90幾萬 企業跟民眾除了必須面對 過度查稅 也有不少民眾是 烏龍稅單的受災戶 這張稅單只是跟我婆婆 同名同姓 忌而不捨 然後一直窮摧到底 當然我婆婆在這20幾年當中 她就是每天都在憂鬱 每天都在煩惱 帳簿送去以後 她自己弄丟了 然後她也承認說她錯誤 要更改 重新審核 可是他們科長就是不肯 本來都是十幾萬 那一年開了將近90萬 工商團體也跳出來反對稅務獎金 工業總會就認為 獎金不是人人有 公平性受質疑 商業總會也認為 稅務人員為了獎金 可能會刻意刁難企業 導致嚴重的潮收問題 將近九成 我們稅務安全是敗訴的 也就是我們在開稅務單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不夠嚴謹的 其實警政海關早就自刪獎勵獎金 財政部則回應 稅務獎勵金的核發 參考了衛民服務 行政救濟和稅務風紀等種種因素 不完全是多徵稅款 就能多領獎金 也都符合軍公教員工 待遇知己要點的規定 東三財經新聞 與尋路博聰台北報導